Zither Harp 今天这一副很轻松的打扮 就是希望说跟大家来聊一聊 歌仔戏 台湾本土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 我还记得说 我从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 我回乡下陪她 因为孝顺 就是说妈妈喜欢看歌仔戏 我就会陪她看 一看还觉得说 真的是蛮有料的 很有内容 有这个历史的故事 尤其是你们的唱腔 功夫 还要背那个文言文的台词 这一点令我特别的 非常的敬佩 因为这些文言文的歌词 台词 还要配合你们的动作 我觉得行行出状元 那我们也知道说 您是出生歌仔戏世家 爸爸妈妈都是 是吗 是的 因为亚芬呢 从我懂事到现在 我一直记得 那个锣鼓声一直 不断地在我耳边在想 从阿嬷 从妈妈 从到我已经三代 我觉得以前看歌仔戏的感觉 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 怎样不同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读书 还是在被戒严的时段 应该对敏然人 我们台湾人 讨厌也好 那个看法比较严谨 所以我们觉得说 做歌仔 在那个环境里面 比较不深分 所以我们每个小朋友的过程 都有他的梦想 那以前我也有梦想 我想说长大要做什么 可是呢 自己说九年一贯教育里面 至少要把九年的那种 学业把它完成 可是那时候想要读书 那妈妈就为了要演戏 要养小朋友 那可能在生缘这个方面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也无言无悔地说 父母已经这么辛苦 然后再跟着走 然后跟着走之后呢 那妈妈给我一句话说 讨厌是不用讲 不过你女儿 你就是要学习 她说一技之长 那时候狠狠地把我心中的梦想 敲打一下 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 好像人生为什么要这么过 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学歌仔系 所以也没有办法就走了 走到现在我觉得 想法的问题 我把歌仔系认为说 其实歌仔系不是不好 它只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如果许雅芬要认同歌仔系 一定要往前去把它发展 往前把它提升 所以到现在呢 才有一点点的看法跟成绩的往上推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仔系的 这种的艺术层面来讲 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学习的 那么听您这样子讲 可以知道说 从小其实您是有一点排斥 不要走爸爸妈妈的这条路 因为觉得说很辛苦 在一方面当时的环境也没那么好 同时也没有受到外界的一个尊重 所以您想要走自己的一条路 那一直到了16岁 是17岁 17岁 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 让你改变了这个想法 17岁的时候当然是 我以前是从那一种喜欢唱歌 我小时候人家说 我的台风很好又不却场 一拿了麦克风就是会表演 当没有麦克风的时候 我就拿那个什么插头 插头有山吗 一定要有山 没有山不在唱 那自然就拿那个有线的东西 我就一直在表演 所以妈妈跟爸爸就觉得说 这个有表演的天才 所以17岁踏入 这个歌仔戏是在外台戏 因为以前有内台 以前叫做戏群嘛 现在以外年却是没戏群了 就是在外台戏 那外台戏我觉得那个风格 我认为那种感觉表演方式 是我不喜欢的 可是踏入之后呢 我才真正了解 外台戏的辛苦 他怎么辛苦呢 有一些观众很好奇说 看人在拼得很紧张 其实努力是很辛苦 又很甘烦 其实我蛮佩服外台戏的演员 他们是一种六兆名 六兆 在台湾人都听 虽然很辛苦 可是他们很乐于做这份工作 因为好像一个大家庭 一天一月 你看看很热的 他也是在做 穿很高的 然后每个人的旁边都有一个电风扇 可是赚的又是很薄小的钱 可是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我觉得我配合他们的精神 所以从此以后看到他们长辈这么做这么做 每一天都这么做 我就觉得说真偉大 每个人的背景都没有什么特殊 可是那种精神是我的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定下来说 既然人家长辈就可以吃这些苦虚 为什么不能 所以我就跟随17岁步入那一步的时候 就从始人生的戏剧的开始 是 那我相信说祖世函 爸爸妈妈对你应该有所期望 跟栽培还有训练 这一方面你可以谈一下吗 其实我妈妈 对我的这种栽培跟爸爸的看法 其实我们是严母散父 我爸爸是比较没有个性的那一种 妈妈比较严厉 妈妈要在的今年应该是77岁了 可惜她是在13年前 她就已经往生 那对于我跟她的这种母女的这种关系 比较浅薄 当我要发电 她就没在了 我很多人觉得很苦虚 可是我感觉我妈妈在教的方式 跟一般不一样 她就是不说 她用有一种就是说 用讽刺的 我那时候17岁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用 像说用担保给你有点在讽刺的话 让你知道 我妈妈的口才很好 然后演戏的人 那个嘴皮特别溜 可是那时候我都听不懂她在讲什么 只是到我觉得不好听 可是那时候我也难过说 妈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对我 可是到现在我能觉得说 她希望我会懂 懂得戏班里面的一些言语 因为行有行规 那在这里面 让我早成熟 去知道这些事情 那您有吃过什么苦头 在这个训练的当中 有 有 我的苦头可能是跟一般的学习不同 我是那一种 被妈妈轰下台的那一种人 用轰的 所以轰就是说 让你自己没法做一台书 这样做一台 为什么有一次我妈妈 她就不给我讲戏 其实外台戏很伟大 她都没有剧本 都用说戏 我跟你说的20分钟 可是你要演三个小戏 然后一句话你要 讲一句话你要拓十分钟的戏 比如说我现在许雅芬 是 我报名 我几岁 我北母 我姓姊姊姊妹 我的心情 我现在要去读 你要表白十分钟 然后再演戏这样子 我们不行啊 可是妈妈不说戏 妈妈只要是生气我 她就跟我说 现在说她说 许雅芬 我又跳过人过 大家都跳过人过 可是那时候我在学习 我感觉妈妈你有什么 你跟我说 可是在台上 她做的一个 她说我记得做 拼公案 拼公案 电视也没做过 她做办案的大人 我是做一个郡主 那车还在学习 我妈妈就整我 我觉得 那个时候觉得好 很丢人 可是现在觉得很好笑 我妈你就以台下的个性 来自我的脾气 来教训我 譬如说我要跟她对戏 可是我的厳俗很低 因为我没 这样说没宝来啦 没东西 妈妈就很厉害啊 然后她讲一句话就说 她有对白嘛 我说佩戴琳 你这样生活是滚水的身份 你敢扮我吗 我哪不敢扮你 她就讲一些官话 然后我要唱歌 她就不让我唱 来你哪敢给她看出去 我被赶出来 然后我就说 我看不穿了 我还在摆 这跟她对话 她就跟阿妹说 你这么要遮瑕的年纪 你扣水扑水 你不知道 因为你后生很害怕 这句话再讲她自己 你老婆是女人啊 你还没英俊 我没在身影 来你再看出去 我那时候 我会觉得说好像 都没有办法 一句话都没有办法 然后连歌也没有唱 就被轰下台 你知道吗 金音师姐 我是靠下台的 外台戏不是妆都很浓吗 我的肩膜都掉到这里 然后脸就很花很花 下来就很生气说 你是我的妈妈 你怎么对我这样 我妈妈就很欢迎 然后就在台上讲了一些说 我结婚 我亲父 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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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那天的情绪 带在台上演 是 所以妈妈这种教法 我也想着觉得说 可能是这种方式 才有今天的徐雅芬 这么的对戏的严格 是 所以也要非常感恩她 对不对 想起来 真的要感恩我妈妈 妈妈 你应该是可以 很高兴的 是 看到您今天的这一番的成就 是 那我也觉得说 您有一点很令人敬佩的 就是说你感觉说 各在戏呢 你要把它更为推广 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也能够接受 所以朝着青春化 时代感 这个来走 这一条的路线 所以您好像很早就在 我们的各个大学里头 的社团都有去教 是不是 是 应该说在十几年前 雅芬就很早在校园 就做培训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要感谢这个时间 让我有学习 人家在讲 教学相长 我学了很多经验 其实在教课里面 我看到这些的大学生 对歌仔细的那种的 热忱跟渴望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本来啦 觉得说歌仔细都是那一种 家庭背景来延续的 可是又看到这一堆的大学生 对歌仔细那一种的程度 那种历史的研究 我被感动 我真的当下被感动 而且是各分所值哦 他们有的去学文物场 有的去学那个剧本 有的来学演员 所以这些学生也跟我很好 所以我觉得说 既然有这一些大学生来学歌仔细 歌仔细应该是还蛮有远景的 所以慢慢累积到我今天 有一些学生来问我一些 他们要写论文 因为有些毕业考验要写论文 然后我就慢慢累积我的经验 来教他们 甚至于现在哦 这些我以前教的学生 大学生 通通也组成一个 快要变成专业的团体 是 都是台大的政大的耶 是有公开的这样子演出 有有有有有有 所以我觉得歌仔细 它是可以去改变它的一些前途啦 应该是 我想说到现在为止 你每一年每一年的歌仔细 它的一个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像杨丽花有杨丽花的年代 那时候这Cable台少 电视少 只有三台 所以传媒是非常珍贵的 那现在的传媒是很多 是 那竞争性也更多 那相对的对我们来讲 一个演员跟艺术家来讲 也非常有竞争性 那我觉得这样也好 那就要看出一个 这个年代里面 有谁可以突破歌仔细的方向去走 这样子 是 那您在这个民国93年的时候 成立的徐亚芬歌子戏剧房 是 那我特别要感兴趣的就是说 我们都说歌仔细 那您的是歌仔细剧房 歌仔 您应该有可以跟大家来说明 哦 大家看着说 别人都合作歌仔细 那需要不然你给歌仔细 歌仔细 这不一样 其实我是这样子 以前我队做小孩时 北部都带我去去搬那里走 妈妈有说一些过程让我听 我们以前队 如果说歌仔细 应该是在宜蘭 歌仔细的发源地在宜蘭 我们没听过落地少 落地少 落地少应该就是平地没有舞台 那以前的人哦 我们本土的人要找个五六 他就觉得说 哎 大家就应该是三五个 你喜欢唱歌 我也喜欢唱歌 就这样一聊聊聊 聊到有一个普哦 就像原住民啊 他也是原始的声音 没什么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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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唱出有一个节奏 所以那时候的歌仔细 是从落地少这样研究 三个变五个 五个变十个 十个变十五个 越做越大团 他们研究 通通都是男生 没有一个女生 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娱乐 所以叫做丑办 女儿要扮女儿 所以都会跟女儿一样 拿女儿一样来扮